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亚洲股市全面重挫 香港恒生指数一度大跌了700多点 跌幅超过3% 日经指数下跌478点 跌幅来到了1.81% 上证指数也下跌将近2% 莫斯科证交所一度宣布暂停交易 恢复交易之后不断地下探 跌至熔断线 俄罗斯指数也狂泻超过30%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同样大跌5.4% 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新低 另一方面石油跟黄金价格大涨 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涨 每桶超过了100美元 黄金每盎司价格也逼近2000美元